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赵尔勋 今天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解 名家妙手系列 古丽的精彩对局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欣赏到了古丽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棋子定型 可以说体现出了他很灵活的一面 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这盘棋 又是可以说体现了 鼓励另外一方面的风格 也是非常有趣的 很体现出他的个性 展示出他的个性 这盘棋是鼓励对孟太玲的一盘对局 这盘棋给我的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当时我也是在现场 在现场在观看这盘棋 也不能说是观看 因为我当时也在比赛 因为这是联赛的对局 当时我是作为重庆队的对手 我们海电队去跟重庆队的一场对抗 那孟太玲呢是作为主将 对古丽 我也是在其他的这个棋局 我也是在下棋 但是看的这盘棋 我还是非常关注的 尤其是我们要讲的这一个局部 是给我留下了 真的是很震撼 非常震撼的一种印象 可以说体现出了双方的一种个性 尤其是古丽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的一种率性而为 他的这个很霸气 很豪爽的这种性格 包括他的棋风 都能在这盘棋体现出来 好 那我们就来一同进入棋局 来欣赏一下这盘精彩的对局 这盘棋呢是鼓励的黑棋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也介绍了一下 这个棋 现在是刚刚进行到布局一时 是白棋上一招 棋是在这靠 下了一部很典型的一个温英手 温英手之后 黑棋现在就面临了考验了 我们先把这个话题先放下 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进程 之前呢是这样的局面 白棋是在布局一上来 就捞了三个角 可以说实地上是非常充分的 但是黑棋在棋盘的右边 是一片很大的一个形式 一个大模样 当然黑棋也是有这个足够的资本 与白棋实地进行对抗 那这大模样呢 有一个缺陷 这缺陷就是 这个子的位置 有点低 那白棋实战 但是震 好棋 然后震呢 是充分的抓住了这个弱点 黑棋实战靠 这靠也是很体现棋风的一步 还不是在这飞 也不是在这飞 它是下得非常的紧 靠住要求为控 白棋扳 黑棋退 这个退之后 现在就 白棋来说啊 就面临选择了 这个断和这个斑 两点都非常的大 如果补这个 它就斑 如果挺 它当然就断 这个黑棋呢 是两点逼得其一 也是鼓励的一个 就是它之所以下靠退吧 它的一种想法 但是从价值来说 这颗棋子死了 可能会更心疼一些 这边更大 因为黑棋这边 并不是非常的厚 所以这边有缺陷 比如说有间断 还有各种的点 所以说这颗棋子 如果死了的话 让黑棋这个薄的地方 为控啊 薄棋为控 效率是很高的 实战白棋 由于这个 通过我们刚才 所分析的这个局面 他判断他也是觉得 这个子大 他就沾上了 但这步棋呢 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应该下什么呢 他应该直接来靠 刚才看那个局面 白棋的温英手 他这个时候 他应该来靠 这是白棋的一个失误 我们 为什么说它是失误 我们还暂时 先卖个关子吧 先不去讲它 先来看看这个 实战 我们一会儿 自然的就会讲到 这个棋中的玄机 黑棋搬了之后 我们先来 从正面的分析一下 这个局面 这局部来说 白棋当然只有搬 这个局部是没有 其他下法的 这是必然的 但你如果搬 黑棋会连搬 这个时候 白棋你如果打吃 长 黑棋就贴住 你如果再长 他再贴 或者说他可以跳 这个棋 黑棋完全实地化 白棋肯定是有些受不了的 这个空围的太大了 这个空围的太实惠了 所以说白棋这个时候呢 要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我们来看 如果打吃行不行 打吃了冲 这样能不能破掉黑棋的空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退 那我就冲 一路冲下来 这个心情还是很好的 这一路冲下来 还是很愉快的 但是这个棋呢 黑棋可以不退 黑棋可以打吃 打吃之后强行地搬住 这强行搬住 让白棋非常的难受 你如果这样打吃 这个时候啊 看上去黑棋气非常紧 但是很可惜的是 白棋的气啊 更紧 如果冲 他就顽强地挡住 这个地方马上就要双脚吃了 所以说你底下 只要不能以口气吃掉黑棋的话 这个棋等于是 白棋之前的这些下法都是无用功的 啊 这个棋都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很遗憾 啊 就冲 冲不下来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如果跟着扳 啊 这棋如果跟着扳 那么很简单 黑棋只要一连扳 那这个棋呢 白棋就无法阻止 黑棋在右下角啊 围成一块锯控 呃 白棋我们说之前捞了三个角 虽然实地不少 但是你要找出一块空 能跟黑棋这个效率向抗衡的话 还是很困难的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白棋 如果被黑棋都围上的话 白棋这个形式肯定是不容乐观的 那我们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白棋这个靠 啊 这个靠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挡啊 这招棋本身来说啊 可以呃 这么评价 就是局部来说还是挺妙的一步 靠一个还是挺妙的一步 还是很有思想的 这个时候就考验黑棋了 黑棋无非就是退或者吃这两种下法 啊 你如果吃 先说退吧 啊 这样白棋呢 不会马上去活脚 白棋还是搬 你如果搬 啊 他就长 啊 贴 长 没关系 这个白棋 老老实实的跟着黑棋硬 如果走 大家看 这个时候 白棋就可以爬 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白棋由于先交换了两步啊 这局部留了一个火角 这火角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看黑棋这个控 实际上效率就并不高了 你这就变得很普通了 只是围了一块这个很 还不能说是很饱满的 应该很狭长的一块 这个中辅的一块 那如果只能围这点 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说白棋这两步棋 基本上是便宜了一手棋 如果后走的话 这个人家肯定就吃掉了 啊 后走肯定就走不到了 所以说呢 他先 这个棋先考验一下黑棋 这是好次序 啊 黑棋肯定不能长 那么黑棋就只有吃这个 白棋拌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区别啊 交换着了这两下之后 是有区别的 啊 白棋可以先打吃 这个没关系 这个先打后打都是一样的 我们把次序摆的简明一点 再打吃 这就可以成立了 啊 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的 黑棋退的话 被白棋这里处下来 肯定是不行 那你就硬着头皮扳 白棋打 啊 这时候白棋再打 长 啊 黑棋这里之前可以先打到一下 这个是 没关系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黑棋可以挡住 现在大家看还能不能挡呢 你再挡的话 人家这个打吃先手 这个很明显就把白棋 就把黑棋蒸掉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一冲 这黑棋就完了 这是一个猎型 那你不能挡怎么办 这个只有使出苦肉气 就只有打这个 但这个下法应该说白棋还是很欢迎的 啊 这样打一下再打 这白棋拐或者提都可以 就算拐吃 拐吃吧 啊 黑棋这个局部呢 还是一样 你这个不能补在外面 这里面还是有缺陷 你就补里面 啊 这样白棋打 白棋再提掉 啊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啊 放眼全局 黑棋虽然右下角还是很大 这个是呃 呃 没有争议的 也是没问题 但是我们再放眼全局的时候 我们看白棋其实这个 后视啊 已经 金飞锡比了 这不能跟刚才同日而语了 啊 这个白棋在左边的潜力 已经足以跟黑棋这个右下角的实地对抗 这个黑棋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这样的话 黑棋从全局来看肯定是大大的失败啊 肯定是不行 啊 所以说这个白棋 我们通过这样分析就能看出来白棋的意图 这个下法还是很巧妙的 啊 他先考验你 先问应手 你如果让我活脚的话 我这个地方就承认你都是 呃 让你唯控 没关系 但是我先手留了一个活脚 如果不让我活脚 我再搬 我就不让你这样唯身控 啊 这也是很巧妙的地方 所以说呢 你如果挡被我一搬就不行了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黑棋还有没有其他的下法 啊 这时候鼓励他肯定是 读懂了白棋的意图啊 呃 毫无疑问 那我们比如说换一招 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想到的 比如说加这个 啊 那我不让你活脚 直接就不让你活脚 啊 但是这个呢 实际上是大同小异 这个白棋也可以加 只要他这个子是先手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只要这个子是先手的话 我们这个就不摆了啊 这白棋就可以这样冲下来 黑就不行 那这夹的时候 你当然不能脱先了 这上面一吃冲下来 肯定是不行了 所以说这夹也不行 那你搬底下怎么样呢 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它也是断 啊 断完了之后呢 它还是这个掐吃先手 这样我也是不用多摆了 大家可以在脑海中稍微回忆一下 啊 只要有了这几个先手 白棋就可以冲下来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黑棋 这个时候实际上 这一靠 黑棋已经 呃 用句 这个比较俗的话说 就是已经被麻到了 这棋 这棋局部来说是 硬也不是 不硬也不是 呃 怎么看都比较难受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啊 当时我给大家讲 我也是在现场观看这盘棋啊 呃 这时候我也是 等于 也是在替鼓励思考吧 白棋在这一靠的落下来一刹那 我也是觉得这条棋不错的 因为呃 作为职业骑手来讲 这个靠的意图还是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的 啊 所以说我也是觉得这条靠可能是好棋 这个棋鼓励 看来是有点麻烦了 但是呃 马上让我很吃惊的一幕就出现了啊 让我是呃 完全没有想到 当然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不会想到 黑棋的下一手 呃 居然是脱先了 黑棋实战 呃 挺偷 啊 这靠的时候 黑棋居然脱先了 这条棋 真的是 非常的 有气势 而且这不仅是脱先 而且这条棋 下在棋牌上 他只花了三秒钟的时间 也就是说鼓励非常的果断 我不太清楚 他是 之前就想到了白棋的这个靠啊 还是说呃 他的一种对局时候的一种气势 就是我认为当时他的这个表现就是 真的是一秒钟都没有去计算 啊 很快就把棋子落在了这个长的位置 而且是呃 手势上来说也是非常的自信 就是拍在上面的 那这个长 的确啊 太舒服了 这招棋太大了 呃 我想说的是呢 一个是作为 这盘棋本身局部来说 呃 就在这个局部来说 这条棋的确是一招好棋 呃 看到这招我想白棋肯定会很后悔 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白棋这个接不好的原因 这个接把自己下中了 这个时候应该先靠 先靠黑棋就没有办法脱先了 如果斑的话呢 这个白棋不会接跟黑棋长脚换 如果断的话 这也同样的道理 白棋是很轻的 这个地方是很轻的 这可以给你去吃 将来就退一退就可以了 那实战交换了之后 白棋变得非常重 也是给了黑棋一个机会啊 啊 非常的果断 鼓励 很快就把棋子下到了这个位置 啊 就是尝一个 呃 无论如何 呃 即使是识破了白棋的意图 这条棋对我来说 绝对还是很震撼的 呃 他能有这种勇气 呃 这个靠的时候居然脱先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被白棋冲出来之后是一个劣性啊 这个局部是一个劣性 嗯 黑棋这两颗棋子 被白棋这个从中间一刀划开 啊 这两颗棋子可以说是都受伤了 而且是呃 伤得很惨 这都是很 很残酷的这个 这个伤 但是 他居然实战呢 就有勇气 去呃 拖先 呃 宁可让白棋冲出来 他也不肯让白棋去 这个 这个麻着一下 去让白棋去占他这个便宜 这也是 可以说充分体现出了鼓励的个性 呃 无论好坏 这 这个个性都是值得我们欣赏的 但孟太玲这盘棋也是 很体现出他的个性啊 他这个呃 一个是靠一个靠一个下的很好 再一个就是呃 接下来我们看蒙太玲也是非常的顽强 冲的时候 黑棋 爬 呃 当然了 其实这个棋鼓励不是乱下了 这个台台局部来说肯定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就是即使被你冲出来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这个地方黑白棋啊 还是很苦 呃 局部来说 黑棋是劣性 啊 黑棋局部来说亏很多 但是 从全局来看呢 由于黑棋 这个地方是非常厚的一个后势 所以说在这个 面对黑棋后势的情况下 呃 白棋在与黑棋作战 白棋也是很辛苦的 就是白棋在局部来说 也不见得站得赢 那接下来白棋搬 这招棋 直死一手 啊 如果不搬的话 比如搬这个 那黑棋一力 那黑棋一力 一般之后再一场 啊 这个棋白棋 呃 我觉得基本上是要死的 因为这个黑棋外面太厚了 即使你能活出来 这个也是非常的苦 啊 即使活出来也非常的苦 这肯定不行 所以说 这棋实战 白棋是只有搬在这 啊 他呢 是希望黑棋退一个 这样他在搬 啊 他在护 这个棋型要比刚才好很多 那如果还是退的话 这样和这样是天壤之别啊 这白棋在爬 他在爬几个一搬就活了 那这个活了之后 黑棋肯定损失太惨重了 白棋在黑棋 我们刚才说 黑棋这一块都有接近 六十木的一个大空 就让白棋活了之后 木数可能比黑的还要多 那你这个肠再舒服 啊 这个肠价值再大 这也抵不上六十木的价值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是不行的 当然鼓励也早有准备了 他实验力这个 白棋打吃 啊 这棋黑棋居然可以把这颗棋子跑出来 接下来白棋接 啊 黑棋在挡住 下的是非常的强硬 呃 那么在这个局部呢 后面双方又进行了很多手的这个演变 啊 在这个局部形成了一场大战 在最后的结果 这个是白棋顺利的把这块棋腾挪置孤 啊 把这块棋跑出来 但是很遗憾的是被黑棋抢到了一个这个阵啊 这条阵呢也是一个非常耀眼的一部棋 这个阵了之后白棋三颗棋子基本上是坐活无望了啊 那后来也是通过进攻吧鼓励是获得了很多的利益啊 通过这个呃攻击白棋最后是呃在上面取得了一个理想的一个收获啊 最后是如果大家欣赏整盘棋的话可以看出黑棋全局来说是非常流畅的啊 又下成了后市啊 之后再去对白棋进行呃各种的搜刮啊 最后黑棋也是赢得很漂亮 其实这盘棋的胜负呢并不是主要的问题 呃局部的下法也是呃可以说是不见得最好的 但是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最主要的就是双方的一种对棋的一种追求和呃可以说是个性的一种体现吧 鼓励在这盘棋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他的一种果感啊 他的一种勇敢 还有这个对大局的一种清醒的认识 而孟太林呢孟太林这局部的一些计算也是非常的到位 下的也很好啊 这盘棋双方是连妹为我们奉献出了一个很精彩的表演 呃好 这盘棋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局啊 呃也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呃给大家进行下一个环节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期呃要讲的内容 啊这排棋呢是鼓励直白对阵宋太坤啊 啊宋太坤是韩国很著名的一位棋手啊 呃他成名非常的早 我印象中他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世界亚军 当年他是输给了李世时 但是他的实力已经是被韩国公认的非常的强啊 如果大家都知道李长浩是16岁的时候得了世界冠军 呃其实李长浩当年呢是应该说是17岁 他是未满17岁 那宋太坤能在16岁的时候得世界冠军的话 就是会打破李长浩的记录了 说明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棋手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达到这个高度啊 说明他的才能是很好的 但是近些年来他有一些成绩 呃在韩国国内的起赛事中表现也不是非常的理想 呃在国际比赛中当然是也是不尽如人意啊 而这盘棋他是对阵鼓励 当然是鼓励是我们中国呃世界冠军最多的棋手 也是在国际比赛中成绩最好的棋手 他一定很想通过这次机会来证明一下自己 啊所以说这盘棋一定也是非常精彩的 好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棋局 来欣赏一下这盘精彩的对局 啊鼓励的白棋 大家可以看出来双方一上来就在棋盘的右上角啊 啊扭刷在了一起 鼓励的棋风当然是比较善战的啊 啊宋太坤同样他也是很善战 呃在我印象中在韩国棋手里面啊 他是呃他的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 呃应该说是跟李适时和崔正汉这种等级的棋手不相上下 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缺陷 就是他下棋比较直啊 比较换句话说就是有点一根筋 他有的时候不太善于变通啊不是很灵活 这是他的一个呃缺点吧 但是他的优点就是说非常的呃善战 那么我们来看还是来看一下这盘棋 这盘棋呢上来双方这个在右上角这个基站啊 白棋是把黑棋的实地呃上面的实地一扫而光 白棋是在上面成功的掏出了一块棋 而且活得很大就目数来说非常大 可能跟黑棋的脚差不多大 呃黑棋呢现在也就只能寄希望于攻击白棋啊 攻击猛攻白棋这块 然后在下面形成一个大模样 这是黑棋的一个理想 当然了这个这个理想也不是很容易实现的 实战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黑棋他出手呃终于出招了 他实战呢黑棋是点的这个 这部点可以说是体现出风 宋泰坤的一个棋风啊 非常的狠 嗯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点的用意 啊这点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补 比如说接 这时候补的话可以接或者是冲了双 是一样的 这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你这样补啊 这个黑棋就一挖啊 黑棋有这个挖是非常的狠啊 呃这一挖之后白棋就很困难了 如果直接勾这个 这个也能断掉白棋 但这个下法不是最好 啊这样白棋有冲出来的这种选择 啊这个下法呢 有点俗 但是黑棋可以挖 这个挖一个是绝好 啊你如果打里面的话 他就跑 啊这个是没用的 白棋已经被分断了 你如果打外面 这里是一个道理 黑棋就接上 AB两点 B的棋 啊你要冲的话呢 黑棋可以挖这个 这招可以成立 所以说这个棋 被黑棋挖 这棋白棋已经被分断了 那被分断的话 这局部显然是做不活的 换句话说 你如果简单跟着他走 那他留下了这个非常非常毒辣的一手啊 就是这个挖 这挖之后白棋就死掉了 啊这块棋就死了 那你上面虽然很舒服的掏了一块 但是这个右边死掉了 这个肯定是得不偿失啊 一命换一命 但是 呃右边显然是更大的 所以说 这个棋白棋 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这棋呢 白棋也不是没有办法做活 孙爱坤虽然说棋风比较凶悍 但是 他也不至于不给你留活路 啊白棋这个时候 如果虎这个 这个是可以活的 这个黑棋应该不会去杀白棋 但是黑棋这一冲 这个 白棋实在是活的太痛苦了 比如说你 啊白棋可以拖 拖的时候 黑棋这个不能搬这个 搬的话 白棋可以这个断了吃出来 或者夹出来都可以 啊 黑棋大概搬里面 啊 搬里面白棋一退 这个先手 人家虎或者接 啊 虎吧 啊 这样白棋再贴 这个是勉强两只眼做活 但是活虽然活了 这个首先外面被黑棋冲断 就外面黑棋后视已经很完整了 再加上你这个脱退 大家看这个脱退两步棋啊 实在是太损了 这两步棋虽然可以确保自己的眼位 确保做活 但是你每走一个让黑棋的这个 外面都变得结实了很多 啊 实际上这就是叫做里外交换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够下的 就是非常不愿意下出手的一个棋 这时候黑棋再来拆边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全局的形式 而白棋呢 其实全局加起来一共也就数得清楚的实地啊 一共也就啊 这边也就十几目棋 加上这两个脚 三十目棋 那黑棋呢 这个地方是十一目 呃 十一目肯定是至少的 这个将来立线手 大概有十三目 呃 关键是这一块 右下这一块是不可估量的 这个潜力太大了 呃 由于白棋把这些俗手都交换掉了 呃 交换掉之后呢 这块肯定是很难的去破坏黑棋了 那如果像这样的话 白棋也是一个大岔的形式 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鼓励啊 还是很难的 还怎么办 还是很难处理的 啊 你如果简单的接或者是冲了霜 被人一挖就死了 肯定不行 但是你如果做活呢 做活又太委屈 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那个 这选择 做活的选择可能还不如就弃掉了 所以说这个鞋啊 鼓励看上去已经是很为难了 这被人家一点有点这个点到齐形的这个要点上的感觉 嗯 好像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但具体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课题吧 留给大家去思考 呃 到底应该怎么办 是做活 还是气掉 还是有没有更好的下法呢 也请大家这个仔细思考 啊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呃 鼓励和这个孟太玲的一盘对局 也是一盘呃 非常体现双方个性的一盘对局吧 呃 很有意思的一盘棋 那这盘棋呢 也通过这盘棋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啊 比如说呃 首先可以欣赏到鼓励的这种个性 这种气魄 其次呢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呃 对局的同时 对局的时候 你无论如何都要以大局为重啊 局部的利益只是为了配合全局的利益 所产生的一种这个利益 呃 相对于全局利益来说 局部的利益可以暂时的放到一边 那通过这局这盘棋 我们也可以学到这个鼓励 非常良好的一个大局观 好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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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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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